Tipsy 我喝的烂酒对你说声恭喜 大家好,我是Dudu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终于拿起我的频道 来拍影片了 然后今天我想拍的影片 就是穿搭类型的影片 然后也不是什么最吵最硬 因为我本身也没有什么研究这种 慈善最流行什么穿搭 我本身是没有去研究这种东西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就是 只是纯粹我个人 平时会习惯 然后喜欢穿的一些风格 所以今天我大概应该会分享一个 三四套这样 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话 就看下去呗 进入正题之前呢,我要先来开个包裹 最喜欢就开包裹 所以我要把这份喜悦带给你们 梅上面膜,也是洋葱灵面膜 这个已经是第二代了 就是upgrade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哇,它里面是看到吗 满满十箱 它的包装也是有换 之前是一箱,然后是直接一片一片的 而且现在它就是一箱 又里面有分合 就是一盒一盒这样 然后一盒里面是有五片 所以它里面就有十个小盒 一箱还是会有五十片 主要它upgrade的成分是 它的成分是没有改变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成分是比例上增加 所以也就讲说它的营养的成分就比第一代来得多咯 第二代是采用最新医疗科技的那个注射级别的精华 所以它分子就会来得更小 所以更容易被肌肤吸收 我们来看看它里面的基地 所以就是它第二代的新包装 所以它的精华 还是一样是跟第一代一样 就没有什么味道咧 哇,所以看到吗 它是超级无敌霹雳服帖 只要看服帖咧,我们服上去就懂了 你看我的手 还是一样是看得到我皮肤的那个皮肤肤色的 如果一款面膜不够服帖咧 其实是看不到你皮肤的肤色 而且不然就是有看到一个白白的纸匠 现在它们还有附送 很像你每买这样一箱 还有附送一个冷敷笔 送完为止 然后在买的时候 你们自己就要注意 就是要自己要懂得辨别 如何分辨真跟假 不管你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澳门、澳洲、文莱 还是印购买这个Misa面膜的话 只要有那个QR嘛 就是这个QR code方位嘛 就是正品 如果你们购买的时候 然后没有看到这个QR码的话 就很有可能是假的 一个QR码都是代表着一个抽奖的机会 里面有10盒嘛 所以每一盒每一小盒都会有QR码 所以是很不错 你看花钱又可以赢奖品、赢现金 然后他们的奖品每次都会准备到很丰富 就是可以直接赢钱 不然就是赢iPad、Apple、Apple之类的东西 所以是非常丰富的 然后在买的时候你们也是要自己注意 因为他们的价格全部都是统一定价的 所以不可能买到太低或太高 统一的价格都是马来西亚跑一箱320 然后新加坡跑一箱 就这样一箱 没有适合118 OK记得啊 所以赠品都是一样价格 如果你买到比较便宜的话 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这个米商面膜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去找YT Team购买 因为他们是全马全新加坡唯一正品总代理 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直接去找YT Team 然后我会把他们的那些资料啊 联络方式啊 放在我下面的资讯栏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直接去询问他们 进入正题 现在马上立刻 我就换一下 第一套给你们看 OK因为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 就是凡事都是要讲就是轻便 很怕麻烦的一个人 就是要快就对了 所以第一套呢 我就是直接穿一个oversize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懒惰 然后又要什么东西都要很方便的话 穿搭里面你们一定要有一件oversize OK所以现在我第一套 oversize T 然后跟一个帽子 因为帽子的话也是穿搭必备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头发很乱 你有朗多set的时候 什么东西你就不用去烦 戴一个帽子 触截 setter 然后accessory的话 我平时也是很简单的 误会太多 就是一个耳环 还有一个手表 就是这样 然后鞋子 always 都是运动鞋 不然就是运动款式的妥协 所以现在我站远一点给你们看 OK所以我第一套就是讲这样 简单又方便 打扮起来又快省时省力 然后我平时也会带这种小小个的bag 可以放电话IC 来线跟钱 就可以出接了 第二套 OK第二套的话也是T 书类型的 不过是短板 刚刚我第一套的是oversize 就是长的 你不用去翻 你要下半身要配什么 你里面穿很丑的裤都不用紧 可是第二套的话它是短板T 书 就是它也是T 书还是短板的 所以就要凡下半身要穿什么 一般上我下半身呢 也是选最舒服 最轻便 然后又摆搭 就是全黑运动裤 像这样子的 就是黑色很容易摆搭 而且穿起来又舒服 不会像牛仔裤那种穿久 会很够 会很不舒服 凡是我穿搭第一个概念就是舒服跟轻便 所以一般上我的传达我都是选择运动修仙风 所以这样我就给你们看我第二套的全身 所以就是这样 黑色的运动短裤 短T 然后一样帽子 一定要必备 如果你是懒多线头发的 然后一样back的话 就跟刚刚那个第一套背的一样 就是全黑 OK 这个就是我第二套 所以第二套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 第三套 OK 所以现在来到第三套了 因为前面两套 我都是选择那种 比较宽松类型的上衣 然后有些时候 你懂啊 女人一定有些时候 想要展现自己身材的时候 就会 有些时候就会想穿 紧身一点的衣服 所以这第三套 我就会选择 比较紧身线身材的服装 也是一样 我也是会选择就是T恤类的 因为我觉得T恤类的衣服 穿起来就是会比较舒服自在哦 就可以完全自在的做自己 所以我每次我买的衣服 大致上都是T恤类 看是大件小件 还是松的或紧的 或长袖或短袖的 所以这第三套 它会就是 精神的短上衣 OK 所以会看起来 会比较突想身材 然后一样 下半身就配搭那个 我刚才介绍过的 就是全黑百搭运动裤 yes 所以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第三套的整套 然后有些时候 就耳环会欢笑 然后耳环我也是选择那种 比较可能特别 然后可爱一点的耳环 然后手表一定要有咯 所以第三套的整套 给你们看一看 巧一巧 Always这个 黑色短袋 然后有些时候 我的袋也是会换 这个也是换类似 像这样子的小小袋 然后如果有些时候 就可能不想戴帽子的时候 我就会像绑这样子 绑一半上来 因为我的头发也没有太长 所以就绑这样子 就是比较整齐一点整体 如果有些时候 想要轻了 有点想要吹头发的话 就可能就会放下来 所以基本上我的发型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来到 最后一套 第四套 OK 来到最后一套了 也就是这套 因为刚刚前面我穿的 都是那种比较 虚无先锋嘛 有什么女人味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就懂啦 有些时候 女孩子还是要做做一下的嘛 所以虽然我的这个做做成分 比较少 不过偶尔还是会有 想要激发出来的 OK 所以有些时候想要穿搭女人一点的话 我就会 呃 这样穿哦 OK 所以如果想要穿搭女人一点的话 我也是会 以 就是自在为主的 就是不要很像穿了 要顾东顾西 然后怕走光 怕那个 显肥什么鸟 我也是会选的适合自己的体格的 就是懂这边肥 就不要买这样的衣服 然后穿起来 又可以自在 然后又可以选得出 呃 女人味的一个穿搭 所以如果平时我想要穿 比较正式一点 比较有女人味一点啊 我就会选择这种 高腰裤 可是它的布置咧 是属于那种牛仔的 然后衣服就是一至零哦 如果我的乡间没有奶就是六间 OK 就是这样 然后长袖 以前我会常买长袖衣服 可是后来就觉得 马来西亚乐到狗样 为什么我一直要买长袖衣 所以后来我都是 尽量都是买T恤宽松短袖 不然就是紧身短袖 都是跑短袖 然后有时候想要女人一点 不要绑头发也不要带帽子 就放下来哦 虽然现在有一点乱呢 然后这种路间就可以带一点链啊 这样子 然后如果我穿这样子的话 我的鞋子一样 还是是运动鞋 就是运动鞋 就是运动鞋是最方便白搭 所以现在就给你们看看 我第四套的全身 ok 所以如果穿到比较女人一点的话 我选的bag 就会也是换稍微 女人一点的bag 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太年了嘛 就 就太 油油油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不行 所以第四套的全体 就是这样 全身 就是 是压压 ok 所以今天分享的穿搭影片 就是到这边的一个段落 因为准备的四套都已经拍给你们看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以讲说我对穿搭的基本 也没有太大的要求 还是什么 可是基本条件的话 就是一定要舒服 舒服放第一 然后过后就是轻便 就是适合自己的身体的 不要很像不合神还硬要穿那种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要省时省力 轻便而快 不要还要动脑筋讲配讲配 所以基本上我选的颜色 都是比较容易配搭 就百搭黑白啊 不然就是 比较容易百搭就对了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这支影片的话 就记得一定要 留言按赞订阅分享和打开小铃铛 还有不要忘记 Follow我的IG Facebook 微博 还有TikTok 有什么东西你们想要我拍的话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或者是 可能喜欢我拍这类型的系列的话 也可以跟我讲 独栏的话也可以跟我讲的 因为我看了 我挡住我没看得忘了 那拜拜